日本九州最南端的鹿尔岛已丰富的物产和自然环境文明 而台湾也是鹿尔岛农产品的第三大出口国 鹿尔岛政府特别跟台湾的饭店业者合作 要将当地食材原汁原味的输入台湾 以日本传统的敲酒桶仪式象征开启双方合作 日本鹿尔岛县县县长率团来台 与台湾五星级饭店跨海合作 要将鹿尔岛的顶级猪肉 海鲜及烧酒介绍给台湾民众 鹿鹅島位于九州最南端 是仅次于北海道的第二大农业大县 最具代表性的特产就是获得日本官方认证的黑猪肉 从养殖到宰杀 每个流程都要经过官方认证 而为了帮地方拼经济 日本政府也特别拨出经费 协助鹿鹅島将农产品行销海外 丰富的农产和自然环境 让鹿鹅島的观光人气不断增加 光是台湾旅客 至今已占会国观光客总人数的40% 最近鹰岛火山活动频繁 喷发警戒已提升至四级 外界都相当关心 不过当地居民似乎已经习惯于火山共存 2012年台北到鹿鹅島的直航班机开通以来 鹿鹅島在台湾的人气不断增加 这次借由行销特色美食 也再次加深台日友好关系 新台湾的电视 曾英豪淋雨 台湾推报导